修改那個全線部分,Manifest的全線 所以這五個步驟做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地圖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剛剛我們有產生了一個 如果你剛剛做法沒有錯的話 應該會看到 這邊有個API Key 那底下這邊有個XML 實際上我可以用這個XML 這個是已經 他已經幫我做好的這個XML的 這一個 這一段程式嘛,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那複製之後的話呢 可以把它貼到哪裡 接下來我們在這個地方新建一個專案 那特別注意,專案的名稱我們叫做 我給他叫做Google Map 叫Google Map 這邊有Google Map Map1好了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我已經做到第3 做了好幾次 OK,那我這邊給他一個Google Map 你們就給他名稱叫Google Map1好了 那特別注意,底下的話呢 Build的SDK 特別特別注意 請務必一定要更改為 有APIS的版本 如果說我建議是用10 當然如果你們也可以Try一下最新版 現在已經到17的版本 你可以Try一下 然後最低的香榮 香榮版本的話 我想也用2.3好了 2.3 那這個版本比較要修改的部分跟前面不一樣 請務必要改一下這個地方 Google APIs 這個如果沒改的話 你的地圖是沒有辦法顯示的 好,那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這個部分也下一步 OK,那下一步 這個按完成 OK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專案 那專案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我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們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他已經幫我把這個MAN給打開來了 那 特別注意一下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在 你的這個專案底下的 用的SDK 一定是這個 Google APIs的版本 你檢查一下 千萬不要是 這個2.33或其他的版本 否則會產生錯誤 再來的話呢 請你切換到 MAN裡面的XML 那本來 預設會有個TeamView對不對 請你把這個TeamView的部分 TeamView的部分 把它怎麼樣呢 Deleteer掉 然後把剛剛我 網路上產生的 那一個 那一個 程式碼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出現有 MapView 那實際上這個MapView 我就是使用